今天我们欢聚于堂 隆重举行恒大集团 成立20周年庆典 在这个喜庆而特别的日子 首先我代表恒大集团 对大家的光临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 恒大集团已成为 即地产金融互联网健康旅游文化体育 即浓木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公司总资产超过7500亿 有一位人物以其独特的眼光和无比的魄力 书写着属于他的传奇故事 他就是许家印恒大集团的创始人 而在他的商业帝国里 恒大民族歌舞团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随着许家印及高管被抓后 恒大歌舞团美女如云 也被网友扒出来 2010年 许家印为了让更多人 领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出资200万组建了恒大民族歌舞团 在当时 这只是他众多商业布局中的一小部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小小的投资 日后会成为恒大集团资金链断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恒大民族歌舞团的选拔标准堪称苛刻 每一个团员都需要具备专业的舞蹈功底和音乐素养 同时还要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的形象气质 在选拔过程中 许家印亲自参与 对每一个候选人进行严格把关 那些能够成功脱颖而出的团员们 无疑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经过选拔和训练后 这些美女们成为了恒大集团的门面 她们不仅在各类演出中捋获好评 还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每一个表演都彰显了她们的专业水平和优秀素质 让观众们如痴如醉 在恒大集团中 恒大民族歌舞团扮演着重要的门面角色 她不仅为恒大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商业价值 还为整个企业注入了文化内涵和特色 正是这样的独特魅力 使得恒大民族歌舞团成为了许家印商业帝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好景不长 随着恒大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公司的经营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恒大民族歌舞团也未能幸免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也难免解散的结局